主人聽到聲音 知道頭目還在工作 可見身體健康 而沒有事閒逛的年輕人 知道頭目這麼晚還在工作 應該也會不好意思 或者感動吧 這個晚上 哈古刻的是一個悲然勇士 有一個人需要好幾個人 才能扛著洞的巨大的洋具 是悲然組的一個傳說 但哈古的解釋是 那是一種期待 期待北南族的文化 永遠健壯有力 和祖孫生生不息 時代真的不一樣 看到上一段的VCR 我想可以知道 各位可以知道 我們從小時候裡面 電影裡面所習慣的頭目 已經要變成一個 另外一種臉孔 就像我旁邊這樣一個人 面帶微笑 來面對所有的人 我常常想 如果在某個時代裡面 我竟然把手感 跨在一個這樣的一個 所謂領袖的頭上 大概明天的後果很難設想 但何其有幸 是強勢文化的漢族的領導人物 如果也能夠改變 自己的臉孔 講話方式 或是跟人接觸的方式 也許他能獲得更多的百姓的喜愛 就像作為一個父親這兩個字 以前在家裡是非常有地位的 看到他 每個人看到他 都必須畢恭畢敬 畢恭畢敬裡面兩種 第一種是尊重 第二種是畏懼 但是現在的爸爸 好像沒有這種好日子過了 他必須跟他的小孩 不管是兒子和女兒 當成朋友 同樣的頭目也一樣 同樣的我們的大官們 好像也一樣 希望我們的官員們 能夠跟頭目一樣 跟所有的朋友們 所有的這個土地上 所有的人民們 一起拔甘情 而不是站在台面上面 用一種訓話的方式 請各位再看一次 我們頭目是微笑的 而不是遠數的 來找一些比較優秀的 就是說 這些優秀的台灣人 要怎麼讓人 有很好的文筆 很好的圖片 來顯現出來 讓人知道 做一個台灣人 其實還是值得驕傲的 台灣念真正 跟大家來報告感情 很多的那個 都會很難忘的 他只有一個 有很大的 不要命 郭文帝 全部都在 我看到 連邏人的 過程中開始寫小說 那時候寫小說的目的是 賺點稿費以維持生活 沒想到第二篇小說寫出來的時候 有一天接到一封信 是我認識的唯一一個人 叫吳敬禧先生 他說他看到吳敬禧先生之後 他們決定說 問我說能不能把一些資料拿給我 希望我寫小說 把他們的資料寫成小說 那時候覺得很感動 我才剛才寫小說竟然有人 吳敬禧又是博士 還要找我把他某些資料寫成小說 他是很感動 還沒有來得及回信 因為不曉得怎麼去回的時候 有一天我所做事的地方 是一個精神病的醫院 有一個人背了一個大包包 從很爛的泥巴路上來說要找我 他說他是遠流出版公司的老闆 叫王榮文 他說他想跟我見面聊一聊 能不能出我第一本小說集 請注意那時候才寫兩篇小說 我字數湊起來不夠八千字 我說這個人不是瘋了就是太大膽了 而且當場就跟我簽了一個合約 我說嚇一跳 當然第一本書後來因為很多因素沒有在遠流出 不過透過這個人我想 讓我認識了很多文藝界的前輩 像我最敬仰的黃春銘先生 就是他早期那樣破破爛爛的辦公室裡面認識的 我現在遠流不同凡響了 他現在幾乎已經是台灣最大的出版社了 出了書很多我已經來不及看了 今天到現場是王榮文先生 遠流出版社的老闆 這樣是厲害的 有一個很好玩的事情 我一直想問你 這個東西每個來賓我都會想問 因為我在台灣很嚴重的現場 就是說學費所用 我收到的學生部 到時候去夏修甩去便利店 我去客家 你當初為什麼會去做出版這樣 你如果說做出版什麼最小的 我們教育是算很接近的 因為你做出版我們當作 我們宣傳說 其實我們當作沒有圍牆的學校 其實這是我來問 是 這是遠流說拿出來一個教育 這是教育 你說我那時候想說 夏修甩要做什麼事情的時候 我去做老師 做教育室去做老師、做學長 做教育就冬 那麼有影響力嘛 那當一個教育的時候 還是說出一份書的影響越來越來越 那要想過這個事情 感覺出色也是小的教育一種 我還記得我那時候買的書是 怎樣訓練幼兒大小便 還有楊英芳人替他下的 楊英芳先生的景觀人生 那我都買的 你當初你決定出版的時候 那時候就出版參考書了 那你當初你出版新年幼兒大小便 我都買的 楊英芳先生這個竹的時候 你當初的徵竹 那種…決定是什麼 其實當時開始的時候 大家都負責很少 所以開始做這個行李的時候 沒人教我們怎麼做 還是都這樣 給上朋友來來去 那什麼車 有點是因為一個學者的介紹 一個朋友的介紹 還是說 像我沒出過另外一面的英文文字 不要出一份 是... 那就是說 某種程度都說 有人在做那些傻的事情 你只要出一點點 那些東西就有一個歷史記錄起來 傻傻做一會這樣 反正有人那年傻傻做那些事情 他生的那些東西 他們平安比較嚴重 你傻傻去出那些豬 所以這個東西是不是 到時候你跟你所出的一些豬 作者都成為好朋友的 一個很重要的原因 有可能啊 所以有的 就說出版的事情的時候 有時候實在是 無法當時純粹對生理面看 所以做出版某種程度 都有理想性比較大就對了 你看到這個社會 有很多很感動的人 他去做一項事情 他做得很專業 他的專業 他的書頌 他的上環 如果有辦法透過出版的技術 流下來 這樣應該是不錯的 當然 到老來的時候 因為你要給他有影響力 你當然要做一些行銷上的努力 讓社會知道說 現在某某人出一個這麼好的找 應該來買 來擁護 最近有出一個重印的台灣寶圖 在九十年前 對... 日本人要來通締台灣的時候 他那時候就開始去調查台灣 這位地圖 他做的工附近 雜屍 因為要通締一個地方 因為我們要放很大的苦心 現在有...現在這個人出來 所以你現在有九十年前 甚至我向前清雕時 我都找出來 後來就六十年前 三十年前 這樣我們可以看出說 從地道可以看出很多台灣的狀況 所以... 所以這些東西都是... 我台灣的努力的目標 所以對這個土片的精力 來看出說 到底台灣人走過路是怎樣的 看有機會來找一些比較優秀的 就是說這些優秀的台灣人 要怎樣讓人有很好的文筆 很好的圖片來顯現出來 讓人知道說 做一個台灣人其實原來是值得驕傲的 其實有很多朋友在說 台灣這麼多東西都外銷 台灣文化的外銷當然非常困難 有一天大家開講就說 其實台灣由於有一個出版社 可以把台灣文化做國際性的發行 或是說去運作做... 比如說現在電腦流行 網路什麼東西 這個東西這個流行 認為說有一個圍繞一個公司 可以去做這種事情 可能有那種破裂和伺圖去做 應該是... 應該是完留啦 你個人有這種想法嗎 有什麼夢想嗎 我... 我...不簡單啦 但是我開始是很努力地往這個方向走 過去因為文化...文字的東西 要變成...要國際化 其實是很困難 尤其是專門 尤其是專門 但是我差不多這兩年 我們有開始成立一個新的部門 來做一次光碟啦 那麼我們要關一個 인터넷 細部的 usando一個...Wab Server 那...這個網路的發電 跟這個... 這個電子書 我說電子書 這兩項的發電其實使得 我感覺說要廓下這個文化 那個可能性格很大 我要舉一個例子來說 我最近在做 我和幾位朋友和幾位作者 現在研究一本齊 就是從1900一年到1997 就是說這段台灣歷史 全部用圖片要顯現出來 當然要有觀點 所以在做這個工作的時候 過去是說只剩一本齊而已 剩很好的土片 剩一本齊 但是現在在想這個事情的時候 我敢有可能來併作一條短片 就是資料可以擴展過了 是...我敢有可能來這些東西 透過網絡傳達到全世界 所以過去沒有可能有融文版 現在柯林在做這個工作的時候 你做的思考 某種程度就會想到 這個外文國際法的可能性 甚至於我們現在說一個 准國際化好了 中國大陸的市場 因為中國大陸和我們很接近的市場 所以... 繁體字板過去是我們想的 所以現在就想剪體字板 剪體字板 過去這個東西是不太成熟的 現在大家應該都可以做 所以這個有可能 所以你從中文世界裡面出版的東西 是... 因為它的嚴重的... 基本的感覺很樂觀 因為這個... 很重要就是說這個產業有競爭 但是這個產業永遠是指揮越來越好 智慧創造應該是元素 很重要的元素 但是它到底是用設的形式 用有生書 或是說用網絡 用網絡 用網絡 這個形式是無所謂 但是創造其實是一樣的 像說你一樣 我又想要和你說 你如果不想學生 不然我們來出遊生書 因為你那樣的精采 透過你的網絡 不然有很多很優秀的人的想法 可以記錄下去 所以譬如說這也是我們的工作 所以... 創意永遠是創意嘛 就是說你如果有創意 就有機會 最好有一個問題 你說你做了一個出班社的黨主黨 其實最近大陸 這幾年大陸 你說說台灣的人 不然小孩大人 對文字的業績 那個量 甚至什麼都逐漸下降 是 你的感覺有這種現象嗎 有可能有 但是還沒很大的感受 就是因為 中國的文字這麼漂亮 我相信應該有不同的方式 會保留下來 就覺得說 你剛才說的網絡 英文古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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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共財產 都送上英文古籍 給人 全世界共用 作為原料 大家去重新再創造的使用 但是作為中文的古籍 就是說 對於二書實 或是知識通建 或是說什麼 這些東西 理論上應該也有一個價位 可以送上文獻共享 在印象內容 但是 盡量有電腦平台的問題 還有中文自行 這兩個設備 還會解決的問題 如果這個東西解決 理論上 那些東西送給大家的原料 智慧原料 所以這對中國文化的發展 會有新的機會 我比較樂觀的意思是說 這個東西總是有一個人 有人就會去想這個事情 我相信透過這個 共同的努力創造 也要有美好的未來 是 因為不是 我覺得不是 不是你想有人會做 因為我覺得 你一定去做 是… 希望 在網路上 可以看中文的全部古籍 因為我在那邊看 聽英文 那個東西嚇一跳 覺得西方人 這個分享的理念不錯 所以我們在中文 很明顯